花灵五帝心中虽然疑惑,古风宗上为什么会如此相信薛元帝国,但是还是急忙跟了上去。 刷地下,身形一闪,那古风宗上的身形之怪,肉眼难以捕捉,一瞬间就出现在了耶摩石等人身边。 古风宗上! 见到老玉,周围其他飘渺宫的强者瞬间跪幅一地,战战兢兢,连头都不敢他。 古风宗上,飘渺宫的宗上大人,全名为上官古风。 传闻和公主大人上官希尔有某些关系,此人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是巅峰五帝强者了,一直在飘渺宫中闭关,身份之高贵,无与伦比。 在飘渺宫中,除了公主上官希尔之外,上官古风那便是最顶级的人物了。 一言之下,花灵五帝这样的副公主都必须听从她的意见,不能有任何的反驳。 古风宗上,你来了。 相比其他飘渺宫弟子,真空等一抹族人却是没有跪下,只是语气中也带着一些忌惮。 古风宗上? 上官古风? 前方区域中,秦晨感知到了上官古风的出现,目光却一下子冷了下来。 竟然是她。 陈尚,你认识此人? 幽谦雪和姬如月第一时间看了过来。 哼,上官古风,上官希尔的姑姑,上官家的前妻。 秦晨冷笑。 上官希尔的姑姑? 陈尚,你没说错吧? 幽谦雪和姬如月眼珠子瞪圆了。 上官希尔的姑姑。 飘渺宫公公主上官希尔居然还有一个姑姑。 天舞大陆,可从来没有人说过上官希尔还有个姑姑。 上官希尔的确有个姑姑,而且还是亲姑姑。 秦晨冷笑道。 前世,上官希尔的姑姑上官古风并不看好秦晨。 曾经几次想要阻止上官希尔和秦晨之间的事情。 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又答应了。 现在想来,或许当初上官古风知道一些内容也不一定。 没想到,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上官古风还活着,而且成为了飘渺宫的宗尚。 不过,秦晨能感受得到, 这上官古风的修为极其可怕, 当年上官古风便是上官家最顶级的强者。 现在,他身上的气息竟然比之前 秦无法还要可怕上许多。 若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 恐怕凶险之急啊。 秦晨忧心忡忠。 秦如月和忧心学, 本来还想询问秦晨有关上官古风的事情。 可看到了秦晨如此凝重的表情, 两个人顿时不说话了。 因为他们都清楚, 现在的秦晨承受了何等可怕的压力。 上官古风对着椰魔石和真空点了点头, 扫了一眼前方的区域, 目光有些英质, 冷冷说道。 没错, 你有帮忙找到那人。 椰魔石宁神看过来, 他很是好奇, 连他的寻魂大法都找不到那恒意人, 先前并不在这里的上官古风 又有什么办法找到那人。 得到了众人的肯定之后, 上官古风在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没有说话, 右手枯瘦得如利爪的手直接抓了出去。 直接到前方的一片区域中, 陡然地被抓起了一片虚空, 一道道规则之力闪烁着, 竟然是化作了一个镜面一般的虚空, 并且在上面缓缓地出现了一个图案。 一个斗篷人出现在了画面中, 并且在飞速地逃窜着, 而在他的身后, 一群飘渺攻强者正在飞速地跟踪, 紧追不上。 这是先前我们追踪那黑衣人的场景, 怎么会出现在这镜面中啊? 天哪, 先前的画面全部展示出来了, 这是什么手段啊?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议论声响起, 所有人一瞬间惊呆了, 只见到上官古风不断地催动规则, 那镜面之上将众人先前追踪秦臣的画面原原本本地展现了出来。 每一个角度都无比地清晰, 让人不得不镇静, 不得不骇然。 时间规则?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时间规则? 有飘渺宫的弟子金户, 骇然出射, 心中狂震不已。 这种将过去的场景重新展现出来的现象, 难道是传说中的时间规则吗? 这个猜测一出, 再度引起了无数的倒吸冷气的震撼之声。 时间规则? 五帝强者修炼规则, 因此对于规则之力, 每一个五帝都十分地了解。 天地运转, 可分多种规则。 其中, 时空规则是最基本的规则。 任何一个世界可以没有其他规则, 但是时空规则一定存在。 而时空规则中, 空间规则比较容易。 武者在五皇境界便可以感知空间奥义, 学习空间的运用。 这属于空间规则最基本的运用之术。 而到了九天五帝的境界, 五帝强者甚至能够穿梭虚空, 可以说任何一个五帝的强者 对空间规则都会有一些感悟的。 当然, 这并不是说空间规则十分简单, 相反的, 空间规则的修炼难度极高, 想要真正地掌控空间规则, 至少要到后期级别的五帝巨拨才能做到。 可以说, 空间规则已经是诸多规则中极其困难的一种了, 属于大道。 可和时间规则一比, 空间规则便跟小孩子过家前一样简单了。 时间规则, 那是禁忌的领域。 传闻之中, 天舞大陆上还没有人真正地掌控时间规则呢? 一旦有人掌控了时间规则, 那绝对是极其逆天的存在。 想想看, 同样的强者, 一个人只能影响空间, 而另一个人却可以影响时间的流速。 这又是何等的可怕? 甚至, 对方可以扭转时间超越古今, 这简直就是逆天一般的存在。 可以先立于不败之地, 无可匹敌。 当然, 也并非从来没有人掌握过时间规则。 在天舞大陆渊远流长的历史之中, 也曾有人触摸到过时间规则的一丝奥秘。 这甚至都不算是领悟了规则, 只能算是领悟了一丝奥义。 而这样的强者, 无论在大陆的哪一段历史中, 都最终成为了精彩绝艳的存在。 这也是时间规则的可怕缘故。 不过, 这些强者的时间奥义和规则, 都不是靠自己修炼出来的。 时间规则属于禁忌领域, 根本是无法凭空修炼成功的。 历史上那些能够触摸时间规则的人, 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宝物或者是血脉, 才能够得以领悟的。 比如, 有一些人的血脉和时间有关, 便有那么极其稀少的亿万分之一的机会, 领悟一丝实践奥义或者规则, 但是也只有那么一丝而已, 只能用作来密法施展出来, 很难当成真正的杀爪。 可即便是如此, 也已经强得可怕了。 而如今, 上官古风竟然回溯出了先前发生的场景。 天, 难道上官古风宗上居然掌握了一丝实践和奥义的规则吗? 就连夜魔石和真空也是大吃一惊。 时间规则在这一抹大陆也是禁忌的存在, 即便是魔主大人也不可能掌握的。 忽然, 夜魔石似乎看出了些什么, 灵魂力扫了又扫, 忽然吐了口气。 他第一个看出了, 这并非是什么时间回溯, 而是上官古风施展了某种秘乏, 利用了这天地间残留的一丝气息进行了场景重现。 的确不是时间规则。 真空也看出了端倪, 松了口气。 真是的, 差点快吓死魔了。 飘渺宫的众人听到这话, 却纷纷地有些失落。 原来不是时间规则, 害得他们白激动一场。 正郁闷见, 光镜上面的画面忽然一声, 只见到秦晨的身影, 陡然抱成了无数的虚影, 朝着四面八方略去。 这些虚影每一道都十分的真实, 栩栩如胜, 无论是气血还是真元都极其的恐怖, 根本就看不出来输真输假。 竟然真是虚空分勇绝。 上官古风目光一下子瞪圆了。 不可能, 怎么会是轩辕帝国, 这怎么可能呢? 上官古风难难, 心神狂震, 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 他很清楚, 上官汐儿和轩辕大帝之间, 表面上的是分裂的, 一切都是虚假的。 双方在暗地里, 这三百年从来没有中断个合作。 怎么不可能是轩辕帝国? 武风宗上, 你也看到了, 先前那人施展的身法, 的确是轩辕大帝的虚空分影绝。 此身法, 那是轩辕大帝的不传之秘, 能修炼的, 必然是轩辕帝国中最重要的人物。 除了轩辕帝国, 还有谁能修炼这等秘法? 华林五帝来到近前, 再一次看到了虚空分影绝。 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怒意更是冷冷的。 更何况, 如今轩辕帝国, 正在针对我飘渺宫和执法殿, 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 轩辕帝国, 针对我飘渺宫和执法殿,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官古风脸色一变, 连续问道, 古风宗上, 你这些天一直在避死关, 因此不知道情况。 华林五帝连将这些天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说了。 上官古风再一次呆滞住了, 轩辕帝国竟然会对墨家下了死手, 差点将执法殿几大高层之一的墨家彻底覆灭, 几乎连一魔族都暴露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轩辕帝国到底在搞什么鬼? 上官古风暗怒, 当年轩辕大帝和上官夕儿勾结, 除掉秦晨的事情, 他也知道, 甚至还是一手策划者之一, 对轩辕大帝, 他可是十分看好和满意的。 当年在封绍宇和秦晨之间, 他就看重的是封绍宇, 对秦晨十分可谓不满。 因为啊, 秦晨不管在大陆的地位再高, 他的废脉注定了他一辈子 只能是一个巅峰五皇, 连五帝都不是的大事, 众人平宿里面的确是会供着的, 可若真正发起狠赖, 直接囚禁了替自己办事也不一定啊。 这是一个强者微尊的世界, 只有实力才是永恒唯一。 到身来看看, 此人到底是谁? 躲在了哪里? 上官古风冷横, 继续催动着秘密封, 顿时, 光影之上的场景加速, 一道道身影, 纷纷被光镜收纳到了其中, 一点一点的分析。 眼看就要追溯到 秦晨消失的时候了, 突然, 啪的一声, 镜面之中一片灰白, 全部画面都消失了。 发生什么了? 诶, 怎么没画面了? 那家伙人呢? 古风纵上! 众人正看到高潮的时候, 结果画面没了, 顿时焦急不已, 纷纷地看向上官古风。 上官古风的脸色微变, 他再度催动秘法, 画面再次出现, 可还是没出现片刻, 画面又一次消失了。 上官古风的脸色露出了难看之色, 他连连催动秘法, 但不管催动几次, 画面都会在一瞬间消失。 而且, 伴随着他秘法的频频催动, 外界残留下来的气息被消耗, 那画面也越来越模糊, 到最后是根本显示不出来了。 乾坤造化欲叠之中, 秦晨本来已经紧张得浑身冒汗了, 看到这一幕,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心头却依然有着疑惑, 这时老元的声音响了起来, 带着嘲讽和惬意, 嘿嘿嘿, 一个小小的追溯秘法而已, 也想追踪到乾坤造化欲叠的画面。 此欲叠乃是真正的远古人族之宝, 除非, 此人真能掌控禁忌领域的实现规则, 光凭这气息追溯的法则, 也想追溯到乾坤造化欲叠的里面的画面, 真是天真。 老元一脸不息, 秦晨这时也恍然起来, 不由的露出了苦笑, 真是当局者迷呀, 不然早该想到这一点。